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她逝世的150周年纪念 这次我们特别来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这位作曲家 我想请Bobbi先讲讲你对于白聊式的感觉好 我觉得她其实很委屈耶 尤其在台湾 大家其实好像很少会关注到她 对 这点我们必须Muzik也要自首一下 我们这次的专题也想了一下 说到底要不要把它放成主题人物呢 某程度最后我们是出于一个愧疚感 愧疚吗 对 因为如果大家有follow我们杂志的话 会知道我们2012年有出了一个30大音乐家 但是里面没有白聊式 我觉得她地下有支应该会哭欸 但是我们这次给她了比那时候30音乐家更大的篇幅喔 这次就觉得好 我们一定要来仔细地介绍一下这位作曲家 今天先稍微置入一下嘛 因为毕竟你知道前面就是我们公司发了这个白聊式的大拳击 法国文化部就把2019年定为叫白聊式年 在今年你在整个法国地区会有非常多跟白聊式相关的音乐会 音乐节展览等等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周边商品 包含我们公司这个大拳击 在我印象里好像没有什么唱片公司出过这件事情 应该从来没有人出过白聊式大拳击 对啊 即便在很久以前好像也没有人这样做过 对 因为其实老实说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有非常完整的 所有白聊式作品的录音 所以就算是这一套我们所发行的白聊式大拳击 里面有一小部分都是跟譬如像是Dekka或是DG 甚至Naxos还有一些独立小厂去药兽群过来 不然也没有办法把它做成是一个真正完整的白聊式大拳击 而且我记得里面还有几首是为了这个大拳击世界首度录音 对 里面有四个作品是这次的世界首度录音 这期我们做了非常多白聊式的剖析 坦白讲在台湾演出白聊式作品 或是说好像有人在专演白聊式作品的人 其实真的很少 非常少 我印象中我是没有看过 而且我也好像真的没有听过有人会说 我这曲家的作曲家就是白聊式 从来都没有 对 其实真的很不多 大家也对于他好像都是说 我知道有幻想教养曲 然后就可能就句点了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透过非常详细的曲目的 让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白聊式 不要再只知道说白聊式曾经追女友 追到有点快发疯了 还写了幻想教养曲等等这样子 我们好像知道都是他这个八卦新闻比较多 但是你们自己的杂志一开场 也是用八卦来吸引大家来读耶 我一翻开的时候想说 我现在是在翻某某那种八卦轴砍之类的 巴比是说我们的前言 他解剖试题 他吸鸦片 他还差点成为杀人凶手 是不是你说 这一点都不像是音乐会出现的东西 可是这都是真的啊 但是白聊是真的发生这件事情 对啊 这也是事实吧 对啊 我们没有夸大气死 一开始总是要了解一下 他这个人的性格嘛 他其实就是这个很偏激的性格 应该是说他可能在情感上面过于充沛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帮助他 因为像我们里面就有提到说 白聊是那时候在追他很喜欢的 你演员哈利燕 他为了追他 因为白聊是法国人 哈利燕是英国人 那他怎么追他呢 第一个 用功学英文 第二个 熟读莎士比亚 没错 因为哈利燕那时候是戏剧演员 他演了非常多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他为了要去追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很勤奋地在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这也帮助了他 因为他后来就写了这个罗密尔与朱丽叶啊 对 而且他写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他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第二个他在那时候听了贝里尼的版本 觉得写的真实难听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这期杂志你都会看到 这一次就是很认真去读了各位老师所写的文章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 后来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在台湾很少有人去演奏白聊士的作品 他的作品要真的演得好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是演得好 第二个是要找到他的作品的编制还真是不容的 有的月屏家有书 他们觉得白聊士的家常曲在创作过程当中 白聊士好像是想要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一切都放到他的家常去作品里 所以其实你要能够真正的去解读他 诠释他 然后再找到足够的编制来演奏他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 那像我们这次就有提到说 比如说他的安魂曲 他里面就用了非常极大的编制 白聊士安魂曲我没有印象台湾有演过 好像没有演过 对 因为他的编制实在是太狂了 我们可以用狂来形容 像是我们这里面就有提到说 白聊士的安魂曲它有多少呢 他要有比如说200位合唱团 他可能还要有很多的选乐跟管乐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四个童馆小乐队 每个童馆小乐队里面呢 可能又要有四支小号跟四支手号 最后呢他竟然还想要有八组低音鼓 而且最夸张的是八组低音鼓竟然不是说 要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挑战 而是每一组要挑若银 对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那到底为什么要八组低音鼓呢 然后那是一种音效氛围的感觉 是那我们这次就有介绍白聊士 除了这个作品 还写了一本书 管弦乐的配契法 那这本书其实是到现在 很多作曲主秀的学生 都要回头去看的书 因为它是第一本把这个 管弦乐的配契法跟乐器学 放在一起考虑的一个书 后来理查哲的老师还有帮他做注解 里面他就有提到很多 他有点算是归纳 然后也有讲讲自己的意见 然后去介绍是说到底怎样 可以呈现一些乐器的效果 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我看来 他那时候为什么写出这么多 好像编制很夸张的作品 某程度也可能是因为说 他觉得那时候他看到乐团 从小编制慢慢走上大编制 为什么未来不会有这个两百人的乐团呢 白聊士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位作曲家 他其实是引领大家走在时代潮流的间断 对可以这么说而且像我们这次写配器法 陈希希老师他就说音乐史上有几位作曲家 他一出现就立刻把音乐史的演进 推展前一百年 他觉得像贝多芬就是一位 然后他觉得像下一位可能就是白聊士 他立刻把所有的写法推进一百年 后面的作曲家可能就是在他往前推进的范围里面 继续扩展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可能之前没有认为 白聊士原来有这么伟大 以及他这么值得去听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很多就是不管作曲家 画家艺术相关发展的人都是一样 在当代的时候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 可是你可能过五十年或是一百年之后 大家才发现到说他的伟大之处 我觉得这一次因为做这个白聊士 然后也配合了就是华纳照片出的这一套 我真的觉得我之前真的不认识白聊士 其实不管你说我也是 我也是因为这次发了这套产品 所以才开始认识他的 我相信你应该很满意我们这次有一篇文章吧 当然非常满意啊 我拿到这本杂志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败赌这篇文章 介绍我们家的大拳击 我们也非常开心有这个大拳击 因为你可以搭配我们杂志两边互相搭配 听听白聊士然后看看白聊士 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作曲家 或许你会有重新的发现 没错 那我们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嗨 这期的早餐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个赞 按个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另外呢这期白聊士 我们刚刚提到 它没有在我们30音乐家计划里面 所以我们杂志呢 过去做了30个伟大音乐家的计划 最近也把它重新的集结 每一本杂志都附有CD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网站参考 那我们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